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批最顶尖的科学家和美国一样 美国这边就是Mannanam Project 或者我们说奥本海默主持的一个project 当中其实两国争霸 即我们说到纳粹 和美国和自由主义阵营这边 同样都在研究人类最高的机密 就是这个核弹 但是双方的研究第一就是要斗时间斗快 还有最后要精准 当然我们觉得很幸运 最后自由阵营这边是胜出了 就胜出了这场景彩 去到今时今日的二战之后 冷战之后的世界的秩序就是今天这里 但是如果当时由德国那边的阵营勝出呢 那个故事或者那个世界又会怎样呢 是没办法想象得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都会说回 由当时就是欧洲这边 去发展这个核计划以德国为主 和美国这边的曼哈顿的计划这边 其实第一他们双方的发展是如何呢 和最后那个胜负关键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影响到后世那么厉害呢 甚至乎他们研究当中 有没有一些新的揭示 去到我们今天那个核子武器的形态的发展 都是当时已经奠定了一些基础呢 所以今天都会和大家探渡一下的 当然大家首先记得免费订阅 包括《军武器言》和《科学新知》的频道 多谢大家先 还有记得帮助给like的推送节目 好 陈伯倩 你好 是啊 Larry 你好 是啊 讲起《澳本海脈》这本电影 都很好看了 但是除了我们看主角 无论他被人迫害 中间的心路历程 他求学中间研究很多的过程之外 其实呢 我们当然有另外一些角度去看 就是其实当时美国和德国呢 除了常规武器 就是当然都会斗了 其实当时去开启这个核子的战场呢 其实当时的背景呢 就是无论是德国的顶尖科学家 和美国的顶尖科学家 其实他们那个斗争啊 或者是去到国家层面啊 或者去到研究层面呢 其实大致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就是当时的 那这里呢 就是你这样问 就知道有些故事要讲了 那其实呢 很多听众呢 在听我们这个节目出现的时候 可能已经看到很多其他 网路上的其他节目呢 就都讲《澳本海脈》这部电影 那我就 当然 一下子如果每个都讲 大家会觉得 哇 大家都讲这部电影很闷的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大家的切入的角度有不同呢 我觉得就是 大家可以听到的东西都不同的 那大家都知道 譬如我和台长做节目那边 都会有点解一下 那些电影背后的那些人物 角色之间的关系 和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脈 那如果呢 我和Larry 你说的 那当然是要由那个武器 那个角度去开始切入 那我觉得我们 就是一开始你问的问题 就是问得对的就是 为什么当时会有一种 好像的 斗快研发核弹的 这种竞裁在那里 那你就要看回 这个20世纪初 本身那个物理学的发展 那原来呢 整个物理学 它重新去 就是有一个的更新 和再进一步呢 就真的是在20世纪初 随着这些相对论 量子力学一出来呢 就非常之多新的发现 而尤其是对于我们那个 微观世界里面 就是需要用到量子力学 来理解的那个微观世界 里面这些原子 它们的相互作用 不是原子和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那么简单 是直接说在一个原子里面的 原子核里面 发生的那堆核子的东西 在我们20世纪初 至20世纪中 是获得了非常丰富的知识在那里 而且这个知识呢 不只是在某一个国家去独栏 而是在整个学术界 但是当时来说 物理学的学术中心就回到欧洲 就是说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 去到二战及打后 才去了美国那边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澳本海默这部电影 其实也在暗地里讲一个故事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美国 和当时德国两大阵营 在核弹的军事竞赛 那我们后来知道美国赢 就是德国赢不上去做 但是呢 事前不是的 也都是由那部电影的trailer 你会看到 就是呢 在澳本海默去接手 这个开展这个马克顿计划的时候 他们认为他们是被德国落后了18个月的 那落后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知道 怎样去克服初步的技术 来达成那个叫做连锁反应的东西 那这里的故事就要讲的 就是我们怎样可以 就是他们怎样可以想到连锁反应的东西呢 就是他们开始发觉 一个的 譬如一些有的这些元素 我不停地在外面 射一些的宗旨下去 令到有元素的原子核里面 黏得越来越多宗旨 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做一些更大的原子核 然后那些原子核的特性是怎样的样子 哦 原来呢 那些原子呢 你越加得多些宗旨上去呢 它会越来越不稳定 会分裂的 但是分裂出来 会分裂了些什么呢 就决定了最后我们 有没有这个武器原理的基础 其实呢 在电影里 它有解一点点 就没有解完 它就说 其中一个很惊人的发现就是 透过我将一些有元素的原子核 上面添加多一些宗旨下去 令它越来越大粒 接着就会越来越不稳定 原子核是会分裂 最初大家想到它那种分裂就是 我最多就甩掉一个电子出来 可能是一种Beta衰变的东西 或者是 甩掉到好像Alpha衰变的东西 甩掉一些小粒的东西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原来是甩掉到 甩掉一些比较大粒的东西 之余 还有多几粒宗旨是弹了出来 那这里呢 大家如果捉不到究竟整个图像是怎样呢 你只需要记住最简单的一步就是 我放一粒宗旨下去 竟然 它最后出来的核分裂 是给我放三粒宗旨出来 那如果Larry 你这里听到呢 你会觉得怎样呢 有一粒入 有三粒出 然后还会伴随能量放出来 如果我多几堆这样的反应出来 你会觉得是一件什么事呢 这个我觉得威力会很大 是连锁反应的 但是 要想多一件事 那是很大 但是如果它不懂得停 那怎么办呢 是的 你就会想到是一个不懂得停的连锁反应 是吧 因为我放了一粒进去 它会 给了一些大的原子核之余 再弹多三粒宗旨出来 那三粒宗旨如果又打到另外的原子核 又再给了三粒 不就几何级数上了 是吧 就是由一变三 三变九 九变二七 二七变八十一 一路二百四十三 这样上去 这个就是当时他们感受到 哇 原来我可以制成到连锁反应 一个短时间之内 有巨大的能量放出来 大家一想 就是武器来的 是的 德国人知道 法国人知道 英国人知道 美国的科学家都会知道 是的 问题就是你怎样在技术上 造就到这个环境 令到这个连锁反应去发生 或者 令到它不好发生 就是如果你想是和平用途 将它变成一个发电机的话 那你就尽量令到那个 连锁反应是控制住的 但是如果你拿来做武器 你就是一个 尽量令到它 那个几何级数有金 尽量发挥 就尽量发挥出来 所以呢 所以呢 去掌握那个连锁反应 怎样 令到它 就是令到一个 有元素 可以 入一粒 放三粒 再将你放出来的三粒 再放到下一个有元素 再给一个很简单的 连锁反应示范呢 那其实美国当时是没有做到这件事的 而德国是已经有人有能力去做得到的 在那个最初的 军备竞赛的起点 那这里你就想到了 哇 德国 它可以在实验室做到一个简单的连锁反应 那当然它没有给很多的有元素下去了 如果不是连锁反应就会很厉害了 但是它就已经实现到 由一个 怎么着另一个 怎么着第三个 这样去 那所以美国就要追 那在那个 就是当时的环境 你就可以知道了 那个竞赛就是由 这个我们对于连锁反应的掌握 就决定了其中一个 哪个进步一些不进步一些 但是呢 如果大家呢 看了这部电影也好 或者准备看这部电影也好 我又觉得呢 要同时知道多几样东西 如果你知道多几样东西 有兴趣的话 是令到你觉得更有趣味的 因为它可以帮你理解到 戏里面其他的一些 就是一些剧情安排的位置 那我不知道啊 譬如 就是 问一下Larry 你 除了你掌握这些连锁反应 去弄一个原子弹 如果要你猜 还有什么其他技术问题 需要克服它了 哦 那当然有了 包括就是你 你当它是一个炸弹去做 是 你做了一个炸弹 你要将它投送的嘛 是的 那你投送的 你已经是一个头痛的位置了 是的 你怎样做一个 一个史上最大的炸弹来的 是的 你要实用的 是的 是的 那 那 有 就是最后怎么用呢 你弄了出来的一粒 真是 喂 我在实验室做了一个连锁反应 而已 我最后弄了一粒 出来 怎么给你去点着呢 是不是 其实你会数到很多方向 很多的问题 最后怎么去研点引爆 实际投放 好了 中间我说 你只要有些有二三五就可以了 那你去哪里找回来 是不是 你去哪里去提煉 这堆这样的东西回来 到原来那些连锁反应 你是需要做一点点手续 才能够令到连锁反应顺畅的 你呢 一粒 打下去有二三五 接着 令到它放三粒宗旨出来 那三粒宗旨呢 原来是太快的 你是需要呢 把它稍为刹停一点 就是刹慢一点 那它就会更加容易点着 之后的连锁反应 那这个呢 一般人来说 不会知道这些细节 但是 对于科学家来说 他们要想的问题 无论是德国好 还是是美国那班都好 他们是要想一下 用什么适当的材料 去将那个 射出来的三粒宗旨的速度 减慢 从而令到更加容易点着 其他的连锁反应 那么呢 在这里呢 这个故事那里呢 又有一个位置 就是说 当这个 德国那里有一位 很出色的 大师级的人马 将在德国那里 发展 原子计划的一些资料 带到去美国的时候呢 就说了一句 什么呢 就是说 德国那边呢 他们决定用了重水 来帮他们去做这个原子弹 接着美国那边那边 一听到就是 拍了手掌 噢 他们在坏了 但是我会这样说呢 这里就是 把这个故事有点简化了 我们呢 想把那些高能量宗旨 稍为杀停 那其实呢 就要用到什么材料呢 美国最后是 选了用石墨来做材料的 就等于呢 你今时今日见到 核反应堆呢 你会放石墨下去 石墨其实就是一种 帮你做缓冲啊 帮你去把那些宗旨 放在适当的速度啊 甚至乎帮你这些宗旨 回收吸收走的一种 一种这样的材料来的 那美国 和德国都知道 可以用石墨 可以用重水 来做 但是用重水呢 就麻烦在就是呢 你要找材料 而当时呢 这里呢 又要知道了 原来最容易 最多这些重水材料的国家呢 就在挪威 所以呢 所以呢 在盟军他们的计划里面 是不停地去骚扰这个 挪威去向德国 供应重水的那条 供给线那里 那如果他们选了 是用重水 来做这个 原子弹里面 其中一个重要的 的材料的话呢 他们的供应是受到干扰的 但是同一时间呢 德国呢 他就解决不了 怎样用石墨 来帮助 来替代了这个重水 来摆入这个原子弹里面 美国那边搞定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美国那边 那些人开心的位置在哪里了 这个石墨呢 是需要提煉到 纯度很高很高 才能够令它满足到 在原子弹里面的需要 那这里就很有賴呢 就在澳本海默核下的 另外一个 在那些礦场啊 和那些提供材料的研究小组那里 是帮手解决这个问题 而在德国那里 他们克服不了 他们有在这里 所以在这个军备竞赛里面呢 德国的原子弹计划 和原子弹计划 和这个美国的一个计划呢 就又多了一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差异了 所以这个差异就cancel out 之前说的那18个月的优势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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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看到呢 陈博呢 有一个点 我在咪后跟你也说过 就是 其实当时呢 就是无论是美国和德国也好 他们去做这个project 就是谁先取得那个核弹呢 就其实对这个战争走向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包括你扔核弹去你的主要的敌人那里 其实都已经很糟糕了 例如德国也扔去英国 扔去苏联 最下一个目标一定都是美国的了 美国的 他又要想个方式 如何扔去德国也好 日本也好 意大利也好 那么正确 但是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他们都是要有一个武器载具去做的 是的 现在就是 虽在就是 如果真是被德国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 如果真是被德国去拿到这个的原子弹技术先 他们已经有一个载具 帮你送个原子弹去目的地 就是你所说的就是火箭技术 对不对 是的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 就是我们常说V1、V2火箭 那时候他们也在研究是射一些比较的 周制性的那种的火箭 就是我们叫做今天的周制弹道导弹的初型 就是当时 因为德国它打英国的硬箱 就是当时不够战略式的轰炸机 就变成了搞不定英国 所以它这个V2火箭也算是补飞的一个位置 所以如果它上面 老实你又放了核弹的 跟今天的周制弹道那些核导弹 其实那个初型来的了 绝对是 那你也是 变成了德国在火箭技术有先一步 它只要去修正它那个发射的准确度 和那个承载能力的时候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导弹来的 而我想大家去看澳本海默的电影的时候 都会有件事很惊讶就是 历史上我们看到一个时序 核弹就是40年代出现的东西 轻弹就是50年代出现的东西 接着到导弹就是60年代出现的东西 好像隔了很多年 但是其实大家对于未来 在二战之后 那20年后那个武器发展的走向 原来在澳本海默的电影上就是说 基本上大家40年代的人 是全部心里有数的 是知道这件事之后一定会这样发生下去 他们就知道了 他们也都是纯粹是技术突破的问题 所以后来就发展了陆基 陆基去做发射 然后后来又玩到 因为冷战玩到极端 就要有一个隐蔽发射 所以最后也发展了潜艇的潜射飞弹 就是美国的北极星等等 慢慢就出现了 就是现代的军备竞赛 就是我们经常说核的三维一体 就是海空三个三维一体的核打击 其实如果看回数 其实当时 如果看澳本海默那里 你都看到大概 当时的武器发展 那个后世的初刑 其实都在那个年代 都看到一些缩影 是啊 所以这里又解释到 为什么在二战完之后 冷战和军备竞赛是会立刻开始的 因为很多事情大家已经知道 是会这样发生的 你一定要走这几步去做的 是啊 还有就是 美国和苏联各自 立了不少的德国科学家 是啊 背后去做 当然这个也是时代的悲剧 包括你说 例如你的种族的背景 例如你是犹太人 例如澳本海默的故事也是 我认为他自己是犹太人 在里面牵涉到种族 以及讲到他以往 和德国的关系 導致到后来的悲剧 这个在一个大时代里面 我们在这个年代 看回是很荒谬的事情 你为了国家贡献了这么多 还要被人懷疑 你是不是将核弹的技术 给了苏联这些古惑的事情 还要搞这些事情 就是现代的人觉得 哇 你都过桥抽班很厉害 是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其实在电影里面 甚至乎点了名 是哪一个人 就是负责当年 是将这个 在马克顿计划里面的 最尖端的原子弹开发技术 他就静静地送了去苏联 直接点了是 就是Klaus Fuch 这个人 是的 像是双面碟 这样的感觉 这个也看我们之后 会不会有机会再说 这个就是叠战 是的 这个就是一个范畴 不是科学的位置 就是间谍 叠战 现在有一套戏 叫MI7 就是那些范畴 Anyway 希望大家喜欢 就是和大家去分析 当时 欧洲和美洲的阵营 就是德国和美国这边 去发展核科技 如何将它武器化 和最后影响到 后世的一个发展的分析 好 这次来到这里 谢谢陈鲍 我们之后 有其他的题目 要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他说我们在其他集数 就和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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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